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逝世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1周年 尽管岁月流逝 但思念和缅怀会愈发沉淀 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无人能及的重要角色 1949年先安门城楼上一句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宣告中华民族的尊严 结合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 依旧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进的强大动力 激励着共产党人始终前行 还记得9月18日追悼会那天 万人空下 汽笛长鸣 哀怨响彻全中国 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聚集 低头鞠躬莫不作声 沉痛送别主席 甚至有数千人哭晕在了现场 世界各地的哀悼也如潮水般涌来 在他事实后的时间里 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 向中国政府发来验电或验 含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 前往中国使馆调验53个国家降伴其致哀 世界各国人民沉痛到面 毛主席邓小平同志曾说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毛泽东思想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 从飞多鲁定桥到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在那段风雨不惠的年代 他创建了一个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建设了一个先进的党 中国共产党 他缔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一切都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 实现了中国由弱到强 由衰而胜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将他的足迹深深印在了中国革命史 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 1918年 毛泽东来布里村看望蔡和森 据高杨作协主席史特级介绍 布里留法公益学校 共招收了200多名学生 其中1918年 南方班招收学生60多名 毛泽东 阳台会等人还专程 从北京来到高杨库里村 看望在此担任教员的蔡和森 有一种精神 穿越时代的云烟 日久迷心 有一种怀念 历经时代的风雨 更真纯厚 他17岁 走出韶山 28岁 参与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走上井冈山开始武装革命 1949年 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他 执展共和国仅仅二十余年 但 就是在这短短二十余年时间里 却创造了一系列前五古人 惊天动地的人类奇迹 一 他大力办学 振兴教育 发动全国人民开展扫盲运动 让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文盲率 在二十余年里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缩小至不到百分之二十 这以扫盲速度和扫盲人口数量 创造了人类世界历史最高记录 反观建国比中国早两年 一直以西方民主东方典范的印度 六十多年后的金文盲率仍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然而 他却被一些人批为实行渔民政策 二 他在一夜 之间消灭黄赌徒 让一个国家的人民勤俭向上 时今不昧 夜不庇护 争作无名英雄 产生了主动自觉自愿 帮助别人的雷锋精神 和为人民干预奉献的交易录精神 创造了人类精神文明史上的最高境界 但 他却被一些人批毁掉了中华文化 摧毁了中国人的高尚道德 使中国人堕落 三 他让一个国家的物价三十年不涨 而工人工资增加了一倍 他让人民不要工钱 义务修建了八万座水库 和无数的河流渠道 使中国风调余顺 和澳宝收集十年 基本解决了十亿人的吃饭问题 既无内宅亦无外宅 但 他却被一些人批为不懂经济 四 他让一个国家只用二十余年便实现工业化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需上百年时间 大多数国家经历数百年人无工业化 并建立了独立 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 即使到现在只有中国拥有高 中 低的工业 链体系 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和国民经济体系 从一个洋钉 洋火 洋车 洋油 什么都带洋字的时代 介入到一个拥有两弹异星 人工合成胰岛素 杂胶水道等 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尖端科技强国之列 虽是局部突破 但已打破发达国家封锁 但 他却被一些人批为拉大 能与发达国家间的科技差距 他在世时 中国已与世界上180个国家 中的118个国家正式建了交 并成为亚非拉第三世界领袖 那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思想输出的一个阶段 其政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让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总代理美国总统尼克松 也去遵拜访并大家赞叹 中国的改革开放 正是在他领导下纵横百合 找出美苏坚平衡的空荡 发动了珍宝岛战役 并从苏联手中夺回该岛 迫使美国在远南撤军 才有了后来乒乓球外交和改革开放的契机 但 他却被一些人批为搞闭关锁国 六 他在一切内外战争中战无不胜 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而且没有透支国力 反而刺激了本国经济发展 最终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 使中国和世界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但 他却被一些人批得罪了美国 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借口和根据 其 他让一个国家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同时让这个国家人均寿命由三十五岁提升到六十五岁 仅此一条 不但在中国 甚至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或者也是绝后的 但 他却被批为是一个犯下了饿死数千万的罪行 让中国人口增加过快 增加了国家负担 请问 如果饿死某某万是罪行 那么中国从1820年到1949年 130年人口没有增加 一直四亿多 其中又饿死了多少人 是否也应该是一些人的罪行 那怎么就没有人追责呢 况且 恶死数千万这个数据完全是捏造的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 八 他的诗词 气魄之宏大 无与伦比 足以使中国历史上豪放派的代表们在他面前变成婉月派 但 其作品已陆续地从学校教材中退出 九 他的狂草书法 境界之高气势之虹 可谓空前绝后 足以让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狂草书法家 在气势境界上书一大截 尤其是狂放不受羁绊束缚却又密不透风 整篇浑然一体 一气呵成的磅礴神韵 更是无人可及 但 其所提名字却在不断被替代 他所创造的今天奇迹数不胜数 他 就是毛泽东 一个被人民满天下狱 却又被一些人满天下棒 前五谷人也很难后有来者的伟人 主编 若清风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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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